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舞台 这是一次事故自我的机遇 这里高手如鱼 震撼人心的表演 让人大开眼界 叹为观止 这里平音会碎 可寻梦想的勇气 让平凡的生命绽放光芒 黄金100秒 百姓舞台 百秒争锋 让平凡的你看到不平凡的自己 你准备好了吗 我是主持人杨帆 你们好 我这个脸 帆子的脸 面球脸补怎么那么难看 下次再来变帅一点 拥抱酒 对 拥抱酒 拥抱啊 来者不善啊 怎么呢 光脚的不怕穿鞋 还真是啊 人手 断断几个球 不醉不罢休 我把你搅打 我方勿 Vitamin 成绩的宣传 我把你搅转 自成绩的宣传 把我放在那里 闪闪亮 闪闪亮 彩光耀眼光芒 闪闪亮 闪闪亮 舞台都为你点亮 闪闪亮 闪闪亮 事情自总会发光 发光 事情自总会发光 亲爱的电视机枪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100秒 此刻我们的线上有100位黄金观众 正在守候 和电视观众们打个招呼吧 你们好 虽然今天我们的黄金观众 还是在线上来观看节目 但是他们依然会行使自己的投票权 老规矩 喜欢不投票 不喜欢请按下反对票 所有的选手在100秒钟的表演时间之内 如果反对率没有超过50% 即算挑战成功 在这里预祝所有登台的选手能够好运 大家加油 首先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组挑战选手 闪亮登场 第二第三车就是 赢队选手 正无需房 我是小妖怪 小妖幼自在 这脸儿变得还挺呆萌的 来葫芦啊 你还我 爷爷 那蝎子精 好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我敢 我是主持人杨帆 你们好 对 你好 刘林松 我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刘林松 今年22岁 来自美丽的天府之国成都 我呢 现在是一名 川剧变脸传承人 也是一名青年变脸教师 电视机间的父老乡亲们 大家好 欢迎你 谢谢啊 这段自我介绍 还有点煽情的元素呢 本来给这样的音乐呢 应该是很欢快的 是 而且这个刘林松 其实开场的这个变脸 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对 和我们近期见到的 其他变脸的演员 有几点不同 第一 你没有用变脸那首歌 对吧 所有的演员上来 都是那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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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有改动 好 你选了一首 就是节奏感很强的音乐 另外呢 它变的不是我们 平时见到的那个 普通的脸谱 对 这种脸谱 加入了新的元素 对 有葫芦娃 苏武功 还把我的脸放进去 传统人物 但我发现我这个脸 变成脸谱 怎么那么难看呢 下次再来变帅一点 那你平时在表演中变脸 也是用的这些脸谱吗 还是会有卡通的人物 因为其实这个卡通的人物呢 是我们偶然的一次 接到了幼儿园的节目 校长就提议 可不可以给小朋友 来点新的元素 就换了小朋友喜欢的脸 对 小朋友喜欢吗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非常的激烈 一片哗然 还可以变脸 原来还可以这样 虽然说我们变出了 这种卡通人物呢 但是你穿上了这层行头 你就要为人物服务 还有一些将相王侯 下去互动呢 有的观众朋友 可能出于好奇 会碰我们的衣服 那当然肯定不会 客气就给他放在身上 放在身上 活到身上 打他的手 不让他碰到你 对 因为这身衣服 可能对于帆哥你们来说 它是一身衣服 但是对于我们变脸人来说 它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也有可能就是一摸 你就可能摸到机关了 对吧 啪 这样给蹬出来了 蹬出下一道脸 怎么办 虽然你看他上来介绍 说自己才22岁嘛 但是我觉得他整个状态 给我们感觉挺少年老成的 这个 你是刻意在 表现出自己很淡定 没有可以 没有可以 我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你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你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我学这个 虽然说年纪小 我接触这个 已经有七年有余了 那十四五岁就开始学 对 这学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 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 爸妈还不知道这个事 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变脸 多次登门拜访我们现在的师父 他最终被我感动了 才收我为徒 现在你会有学生吗 学生有 全国各地都挺多的 全国各地都挺多的 基本上都比我大 年纪都比你大 对 你对于学生的要求和对自己的要求一样吗 对学生的要求啊 首先呢得四肢健全 四肢健全 所以这个要求其实 就是这个门槛并不高 不高 后面呢肯定要听话一点 对吧 要珍惜这门行业 要爱护它 要敬畏它 毕竟这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一波 对 所以今天你不是一个人来 对吗 今天不是一个人 再来一个弟子 对 来 咱们请徒弟登泰 也请 你们好 乔乔姐好 范哥好 我叫万瑞春 然后我来自安徽路安 我今年二十四岁 大家好 我叫郑鹏举 来自四川成都 今年二十七岁 欢迎你们 你们俩也是变脸的演员吗 现在 对 这是变脸的形状吗 对 这是兔火的形状 这是兔火的 哦 我感觉这是像新郎新娘穿的 对 有点像花木兰 其实我学这个变脸 其实可难了呢 我还得再学个缝纫 为什么还得学缝纫啊 当时我跟他学变脸的时候 他就说 万瑞你要是你的衣服破了怎么办 我当时我心想 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那我的衣服 如果有一天穿破了 我就送去别人的店里面 让缝纫的师傅给我补嘛 他就说不行 你得自己学缝纫 我当时心想 我学变脸还得学缝纫 那他就特定买了个缝纫机在家里面 然后每天自己在家里面 做衣服呀 做形头啊 做一些手 所以说你们现在穿的这些衣服 形头都是自己做的吗 对 有很多是他会去做的 有很多同行是我这里做的 咱们穿去变脸 这身形头就是很重要 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 这身其实就是你们的最重要的道具 因为所有的秘密 所有你们的表演 精华部分都在这身着装当中 对 今天两位徒弟也来到现场 是你们三个人 试图三人一起来挑战吗 对 那今天三人跟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挑战呢 有新的元素 音乐有改动 咱们的节奏也不一样 人物也有改动 好 跟我们带来 一百秒不一样的变脸挑战 好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贺你们 谢谢三位跟我们带来的表演 黄金大礼包送给你们 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 黄金100秒奖品赞助 有百年品质 西班牙黄氏用油 费蒂斯橄榄油 独家提供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马上请出下一组挑战选手 风华正茂组合 有请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我们是风华正茂组合 我是风华杨永庆 我是正茂 我叫小浩 二人组男子组合 两位成员的关系是 你猜 你说我要猜是邻居吧 显得这个主持人智力有问题 因为你说你们 你看自己介绍杨永庆 杨浩 首先肯定是亲戚 对不对 对 一目了然嘛 对不对 没错 侄子和大爷 我们其实就是 认识的特别仓促 仓促 我一睁眼我就认识他了 胡说 一睁眼应该先认的是妈妈 一睁眼认识的应该是妇事 对 父子组合对吧 对 父子组合 老爸做什么工作的 其实以前一直在干个体 所以后来跟儿子组合之后 对 儿子呢就是 咱们做父亲的嘛 其实就是 想去帮助儿子 所以你就想到了 和儿子一起唱歌 对 所以唱歌是一个特别好的 走进孩子生活的方式 对 因为他非常喜欢唱歌 从小就喜欢 当初你们两个要组 这个组合是谁的创意 是您的创意 还是他的创意 其实是我在一直做自媒体 然后呢 然后当时 当时是确实得不到家里人的理解 因为我跟我爷爷奶奶一起住嘛 然后爷爷奶奶 老公我爸告证 我有的时候一星期一回就个两三次 然后父母老给我告状了 说你儿子大晚上的老抽风了的嘛 我说怎么了 他就自己在屋里一关门 在里边嚷嚷啊 喊啊唱啊 他说跟谁说呢这是 实际上是直播的 对 直播 他不懂 老人嘛是吧 本来想让你去教育教育 对对对 刚开始我也是觉得 我说他自己老在屋里干什么呢 我也想去了解一下 慢慢的我一看儿子非常辛苦 我有一天跟儿子说 儿子 哪天爸爸跟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当时我就 就是戳着我心坎里 怎么呢 因为当时我做自媒体 做了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然后遇到了一个平静期 然后那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突然间我爸跟我说 说儿子要不哪天 爸跟你唱一首歌 我说这主意太行了这主意 我说然后我们俩就试了一下 然后确实效果特别特别的 就比你一个人的时候 对 反响要好很多 对特别特别好 其实我当时也就想帮帮他 说实话 但是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无论从这个曲风上啊 审美上啊 唱法上都会有很大的区别 对对对 所以你们俩也是一个 相互适应的过程 对不对 肯定要融入到 一旦这个协调好了之后 也会成为你们父子组合的 一大亮点 对对对 那今天这样 简单给我们来个小展示 好不好 好 那就来一段 唱一小段 好不好 那就来一段 人生 短短几个秋啊 不醉不罢休 东边我的美人啊 西边黄河流 来呀来个酒啊 不醉不罢休 愁心烦是别放心头 愁心烦是别放心头 这歌老爸肯定有心烦 而且老爸再喝一杯 对吧 老爸能不开心吗 打酒言欢 小折一杯的感觉 其实看到这儿啊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 这个父子关系不好的朋友 都会比较羡慕 对 应该唱这歌的时候 对 老爸跟儿子那个感觉 特别特别的亲密 高人 遭人羡慕了 是这事闹的 特别特别想跟我儿子 当朋友 当哥们 那采访一下老爸 就有时候这 跟儿子关系 处得像哥们的 像兄弟了 会不会有时候 也不太好管理了 还真是 父亲的那种权威啊 威严啊 我都没了吗 其实在我 就是他社会小一点的时候 我还老拿那个 当父亲的一个劲儿 这么这么直点 后来我也想 不对 男孩子嘛 就一点一下在长大 他有他自己的思想 所以你不要去拿那种 父子 我威严啊 我厉害啊 你就得亲我了 其实这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会起反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今天 父子二人登台 为我们献唱 我觉得也可能 给电视机前很多 爸爸有了一个新的灵感 就有的时候觉得 跟自己的孩子 尤其是儿子 没办法沟通 没办法互动的时候 选一首 两个人都特别爱听的歌 一起唱 同频沟通 对吧 那个时候就关系 就是跟哥们是吧 什么话都可以说 你看 既可以增强了 父子之间的感情 而且这歌练好了 还可以来参加 黄金一百名 对 对不对 那今天来挑战 我们的黄金舞台 别人俩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面向前方 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 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开始 我们每个人都曾年轻 懵懂 都曾经历心痛和疯狂的时刻 其实这就是爱的代价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像多永远不凋零的花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 看声势无常 看沧桑电话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 是永远都难忘的 是永远都难忘的 平有真心的痴心的花 拥在我心中 虽然没有它 走吧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走吧 走吧 人生当面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走吧 许多年轻型的什么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黯然心碎着 时爱的代价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黯然心碎着 时爱的代价 挑战成功 祝贺送上我们的黄金大礼包 谢谢 其实我知道今天 儿子也希望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把自己想对父亲的那种 爱用歌声来表达出 对 还圆了我一个舞台 其实刚才这个老杨同志 这个话是没说完 在孩子小的时候 你刚才讲了 就是平时陪孩子的时间比较少 当然前提是 曾经有一个阶段 这个家庭也是出现了一些变故 是 然后跟他妈分开了 他那个时候他还小 我那会儿也是这样做买卖 就是把他放在奶奶那儿 也就不管了 而且就是陪伴他 所以那个时候孩子很可怜的 对 爸爸也不在身边 妈妈也不管 然后就跟奶奶 爷爷相依为命 所以非常想用自己 父爱那种如山的那种感觉 让孩子能感受到 这样我觉得 才去融入到他的生活 才去更多地了解他 还会给他更多的爱 所以父亲是紧自己 所有的力量去弥补 是 是 是 其实一直到现在 父亲都在偿还 对 是了 是 父亲您后来有组建新的家庭吗 没有 没有 一直都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那个时候小嘛 赔得太少 其实当有想过 要给孩子找个后妈 会不会像亲妈那样去对他 如果不是的话 我要该怎么做 其实有时候都是我们当家长的 想的太多了 你也没听听孩子的心里话 小杨 你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一直有些话想对我爸说 你怎么跟他说呢 就是今天就借着这个舞台说了吧 好吧 好 其实我想说爸呀 小时候的事 我知道您这个 一直心里有愧疚 但是呢 我早就不怪你了 我也希望我父亲呢 能够不用这个再想过别的了 我希望您能够找到您的幸福 不用考虑我 我长大了 我特别理解 真的 谢谢儿子 好孩子 真的谢谢 长大了 你是男子汉了 对不对 对 是 你生活得好 你工作得好 是老爸最大的幸福 对 老爸我觉得也有属于他自己的缘分 当缘分来了的时候 你就默默地祝福和支持他就好 对 肯定比支持 记住一点 常回家看看老爸 带上你的笑心回家看老爸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范儿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马上请出下一位挑战者 李娜罗 有请 欢迎您 欢迎您 你好 嗨里家是什么意思 嗨里家是什么意思 干杯的意思 哦 干杯 就是干杯 对对对 这怎么还带了六个杯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拉户主是这样的 喝酒的时候 必须要喝三杯 第一杯就是童心酒 第二杯江杯酒 第三杯拥抱酒 咱俩一人体验一种 好不好 哈利家 哈利家 哈利 哈卡 哈利家 子豆 子豆 就是喝酒 来 子豆 一起喝杯 童心酒 童心酒 一起喝杯 童心酒 好酒量 要不要也敬敬 我们的女主人呢 我喝什么酒呢 江杯酒吧 江杯酒 好的 因为拉户主 就是很快乐的一个民族 必须要快乐的 这样带客人 好的 讨厌一下啊 口号记清楚了没有 哈利家 哈利家 哈利哈拉 哈利家 一起喝杯杯酒 第三杯是喝什么酒 拥抱了 拥抱酒 对 拥抱酒 好 来 哈利家 哈利家 哈利哈 哈利家 一起喝杯 拥抱酒 拥抱啊 这不就咱们说的大拥杯吗 还要拍一拍 拍一拍是吧 对 拍三下 感觉小时候有点像我妈妈给我拍那个格 拍男 对 拥抱 帮哥 你有没有发现啊 刚刚他进我们酒的时候 最后唱的那一段歌的旋律特别熟悉 是 那个就是拉户族的一个爱情歌曲 叫《卢生烈歌》 那叫卢生烈歌 那拉户族应该传统乐器是卢生啊 你为什么今天抱这把吉他就 因为有了吉他弹唱 我们觉得也是比较好听 现在我们整个在此都是有吉他弹唱 其实我们挺想听听啊 这个吉他配你们拉户族的这样的民族的音乐 唱起来是一种什么感觉 你今天要自己准备一些歌吗 给我们表演 对 好 好 你今天准备什么歌 就是新年在一起 哈利家 这歌我没听过 这是你自己写的歌啊 对 哇 你是才女啊 没有 没有 我就是冰糖冰雪 是这样的 然后有感觉了马上就记下来了 对 是这样 那你很有天赋啊 谢谢 来一个过年的歌曲 对吧 谢谢 那为本人 我别好家 可是还是 他还在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伤心的那首歌 还有伤心难过的时候 有啊 就是有一首是这样的 就是《家增心爱你》那首歌 是我跟我老公没有结婚之前 好了一段 又分开了一段 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难过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电灯 没有那个电视 手机都没有 每个晚上都是很寂寞 所以就轻轻地学了这首歌 这首歌也是今天一般表 要给大家表演的一首歌 对吧 那我们一会儿来听这首 有故事的歌曲 当然其实我想讲李纳罗 这个李大姐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她可不是代表她一个人 其实代表自己寨子来的 而且呢 这个李纳罗呢 在当地呢 好像还成立了一个艺术团 对 所有的团员都会弹吉他 对对对 我们在此有一百一十九副 然后五百多人 两百人都在那个艺术团里面 做一群演出 我们还有一段视频的资料 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哇 这个画面真的特别热 而且好像我们这个总台 去各地这个新联新的那个画面 这就很像 但是这个区别就是 所有的演员就是你们本地的 你的艺术团的团员 对 一个在此一个团的 那你们的演出的观众是 游客 游客会过来的 现在越来越多 以前都是天天在山里面 做那些农活 现在呢 我们零五年过来就不断地 这个来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我们在此也是靠了这个文化脱贫了 一半年就脱贫了 所以纳罗呢 之前也获得了脱贫攻坚的奋进奖 这也是给你非常重要的一个肯定 对吧 对 对 所以今天来到黄金舞台 展示一次很好的展示 对不对 向全国观众做一次展示 也欢迎观众朋友到你的家乡 去感受拉狐族的这样的文化 感受你们的魅力 好 接下来就是一百秒的挑战了 这首歌你写完之后 你老公有听过吗 他也听到了 他后来就 妈妈就回心转意了 是一首什么情歌 可以把一个人唱的灰心转意 好期待呀 情笔金尖 对吧 希望通过这首歌 我们来感受一下 好不好 好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组会翻转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打赏 请不吝点赞 打赏 请不吝点赞 打赏 挑战成功 谢谢 谢谢 哈利佳 闪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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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光摇天光芒 谢谢我们的黄金蛋糕 送给你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马上请出 下一位挑战者 陈伟杰 有请 你好 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做个自我介绍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陈伟杰 我现在是一名自由现代舞者 然后也是一名编导 一名平面模特 今年27岁 来自广东街阳 来者不善 怎么呢 光脚的不怕穿鞋 还真是 光脚的不怕穿鞋 我先来提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舞者见得很多 现代舞好像包括很多种类 街舞也应该算吧 其实在我跳的现代舞的范畴里 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探讨身体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两位主持人老师 你们在平时在走路的时候有考虑过你是哪个地方先动吗 腿啊 这用响 这还用响吗 对 然后是哪个部位先动 大腿 对 像我们就会很细分很多 比如说我怎么走路的 我可能会先动我的膝盖 提到脚后跟离开地板 然后再到我的脚尖 再脚后跟落地 然后再慢慢去感受它重心的移动 就是其实这些是我们如果是不去做现代舞的话 其实很少会关注到一些身体上很细微的变化 好 研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就是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舞者 所以呢我们可以更好地去表达说编导想要我们想去表达的东西 这样能不能给我们来个小展示好不好 好 让我们更那个通俗易懂一点 可以可以 沈超 注意看啊 他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谢谢你 非常 despair jangan 不要じゃあ Sally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个智力怎么做的搭档 怎么能看成一只猴呢 多明显啊 挠羊还有捞眼 它表现的是一只解开绳子的大闸蟹 叛出大钱了 终于知道咱俩为什么是搭档了 两位老师其实都答对了 真的吗 对 就是你们说的这两个动物 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它都是被禁锢住 所以我今天表现的是一种 我很忙 然后我是我可能就是被困住了 一种像在被支配的感觉 所以我表现的是我最近一种状态 那我觉得今天这样 因为超超呢 他这个舞蹈功底呢也是非常好 所以我想说 接下来能不能通过一段舞蹈 让超超那颗被禁锢的舞蹈的心 也释放出来 我先来出一个命题 你们俩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来表现 好不好 看看你们俩谁更有天赋 好吧 那咱们就表现一个 星期一 早上七点的闹钟 这有点太简单了吧 先让我们阿超来一下 给你打个样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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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饿了是吗 吃了 吃了早餐了 饱了 背上书包上学了 我得理解对吗 这么肤浅的表演 只有我能同意 看看高配版和低配版 这种区别 星期一早上七点的闹钟 三二一 第一个动作是差不多的 我刚才忘了刷牙了 不管怎么说 人家这个也叫舞蹈 好 我看这两个区别 第一个人家这是带舞蹈动作的 我是 你那个就是小品 第二个其实有没有注意伟杰 他有表现一个细节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棒的 在哪呢 他特别第一个起身之后 他表现出他的意识是要醒 但他的身体其实是还有一种挣扎 不愿意起来 他其实有那种分裂的感觉在里面 明白 所以我觉得伟杰真的很棒 为你鼓掌 但是我觉得更棒的是 伟杰并不是一个专业舞蹈学院 毕业的舞者 是吗 而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舞者 那你原本的专业是 我的原本的专业呢 我是毕业于广东景观学院 一三级侦察学预审方向 所以你的毕业方向 应该是一名警察 对 我本来是一名人民警察 那我就说这两者 其实区别挺大的呀 当警察跟当舞蹈演员 你既然那么喜欢 你干嘛小的时候 不报考舞蹈学校呢 是啊 又得考警校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们经常就是在 选一些专业的时候 你自己并不知道 到底你喜欢什么 而是这个 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我在2013年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场 《千代舞》的演出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哇 人的身体 居然可以这么动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自由 觉得特别特别 让我不可思议 然后在我实习那一年呢 我发现自己 真的是非常热爱舞蹈 所以呢 我就跑到北京来考舞团 我到北京的时候 其实我爸爸是 连我的微信都删掉的 他几乎有快两年 没跟我讲过话 然后我这几年 我就一直在很努力地去 想去证明自己说 我的选择不是说 我的一直冲动 而是我是真的是热爱他 现在关系有缓和吗 现在关系很好 就是还是跟以前 我觉得家人是没有 隔夜愁的嘛 只要说你尖尖康康的 然后快快乐乐的 我觉得家人其实是 还是会支持你的 所以你接下来 一百秒的展示 是想通过自己身体的语言 向爸爸妈妈倾诉 你多年的感情 是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准备好了 来 请大声地 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 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 计时 开始 这是 的 是 映在眼前 昨天的欢笑向耳边 无声的岁月飘然去 心中的温情永不见 跟着你走到天边 望着手直到永远 沿着那岁月留下的路 相会在如远的昨晚天 挑战成功 祝贺你 祝贺你黄金大礼包送给你 黄金100秒奖品赞助 有百年品质 西班牙皇室用油 贝利斯橄榄油 独家提供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晚除了我们现场有选手 进行100秒的挑战之外 我们的线上也有选手正在等待 是 有请导播马上为我们接入 来自长沙的线上选手 唐义的信号 有请 唐义你好 你好 哈喽 初春 你们好 先问一下你现在在哪儿啊 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吗 我现在在长沙的一个地铁站的入口 这边后面就是地铁站 那今天其实在这个地铁通道里面唱歌 你比我们其实今天场内的选手还要幸福 因为现在疫情没有完全结束 因为我们节目在录制的时候 场内是没有观众的 但是你今天在第二现场场外 你看你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都是你的啦啦队 都可以做你的粉丝 他们就是我的粉丝宝宝 他们都是从那个外地过来的 来 给我们的主持人打个招呼来 哈喽 那这样 那你就带着粉丝们一起来 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好吗 是金子总会发光 三 二 一 是金子 总会发光 加油 一百秒挑战 开始 男女队唱的歌 男女队唱的歌 我觉得可以表现不错哦 天灶杯 你当过 你抹走 我不走 点过的 手和舞 你抹走 我不走 天灶杯 你当过 天灶杯 我不走 点过的 手和舞 你抹走 我不走 天灶杯 你当过 天灶杯 你当过 你抹走 挑战成功 真棒 在地铁口 门口敢唱你 抹走 而且还有 真就不走的朋友 也确实家里边 没什么急事 希望你继续加油 有机会欢迎来 我们的黄金舞台挑战 好的 感谢 谢谢你 谢谢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马上接入 来自南宁的挑战者 马力静的信号 有请 这个画面蛮熟悉的 对 阁下是 在下乔峰 大师 可谓好事多为啊 原来是乔峰乔大侠 旧文大名 听摩世 你在中原兴风作浪 掀起无数的争端 乔某也很想会会你 那是骡子是马 就让我来感受一下 看着 这是乔龙十八掌吗 我感受到了 摄像机 大牛 你好 主持人好 本名叫 我叫马力静 我来自广西 说实话 我之前有在网上 看过你的表演 是吗 他就专门模仿乔峰 模仿乔峰 对 而且那个有时候致敬的 然后拍的这个 镜头的角度 包括取景 然后用原版这个电视剧 当中的配音 我觉得拍的特别好 特别棒 是的 那你也是金庸迷对吗 是的 您为什么会想着 模仿乔峰呢 因为黄仑华老师呢 是我从小的偶像 小时候看着 他的电视剧长大了 好 请带领身后的朋友 大声地喊出 我们节目的口号 三 二 一 是镜子 走 镜子 加油 加油 好嘞 好 唱得不错哦 內波爛煙 拋開世事短愁 雙盤斗天邊 作草四方沙漠匆忙 那句雪上坡面 非常好 這首歌還是非常有帶舞蹈 心境百劫也在心間 因已略難短 好了 時間到 挑戰成功 好 謝謝麗菁你的表演 謝謝 希望有機會來到我們的 黃金舞台挑戰 好嗎 再見 大家再見 好了 精彩的挑戰 到這裡就全部高一段落了 節目的最後再次喊出口號 是金子 總會發光 還是咱倆一人一杯 我們兩個 對 好 他們突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了 我和他擁抱你就特別好意思 這是我們拉戶族的一個定情禮物 也可以送給你們的愛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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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能夠找到你的秀 謝謝 謝謝